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出现 就是说要打第三针加强针 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国外 大家都在这个打第三针 这是一个选择 那么赵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第三针的这个加强针的必要性 首先加强针它的这个必要性呢 应该讲现在而言呢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说原本我们在 比如说中国在进行这个灭活疫苗的这个研发的时候呢 我们本意就是两针的这个全程的免疫之后呢 能保护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新冠病毒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之后呢 还没有这个从地球上消失 那因此呢我们在进行这个后续的临床实验的时候呢 就会这个在临床实验的结果发现 加强针之后就是第三针 比如说灭活疫苗是第三针 第三针之后呢 能够在临床实验的结果 能够进一步的延长我们的这个保护的效力 因此呢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 我们的加强针 第三针的加强针 不仅是有必要的 而且是必须要接种 那么 这个是否一定可以做的 因为我们只能临床实验的